而在新北市有位无业男子 他就利用变造中奖 呱呱乐彩券来骗钱 据了解这一次 他是向新北市三峡区复兴路 一位摊商诈骗换取了有两万两千元 还好这位摊商飞航的激紧 他发现这是一张变造的彩券 气得立刻报警待人 贴上去 看起来就是这个图上原本所有的 眼前这些呱呱乐 看起来再普通不过 仔细看中了两万两千块 不过再认真看 居然都是假造的呱呱乐 把他估计把他圈起来 跟商家谎称说 这样你看比较好辨识 实际上是为了让商家摸起来 不会觉得怪怪的 原来新北市三峡 有一名62岁的男子 专门变造中奖的呱呱乐彩券 在向路边流动彩券商兑换 以前他都用美工刀 刮除抢券数字骗钱 现在居然手把进化 把没中奖的彩券图案割下来 仔细拼贴 连台彩暗藏的中奖代码也一起变造 还用原子笔图改演示 连警方都差点被骗 他第一次选择没有电脑 可以辨识 那个彩金中奖的机器的 从照片上我是看不出来 可是如果真正看到呱呱乐 应该是可以分辨一下 男子最后逐破也坦诚犯案 不甘心的他还向警方抱怨 说他用2万2 换了110张的200元呱呱乐 结果只中了6000 费时费工却运气不好 看来想走歪路 连老天爷都不帮忙 记者周天杰新北报道 潮 continues 谢谢大家